很多members就问我 你才换iPhone 16 Pro 现在你用出什么壳 其实我在拿iPhone 16 Pro的时候 我有买个Beats Under Apple旗下的 它的手感是不错 很圆滑的 摸去是有酥油层 做的相当薄 不过就是特别沾油了 而且特别容易刮花 不过这些都不是重点了 因为亮面材质有这样的缺陷是很正常 不过这个MagSafe我就要讲东西了 毕竟这个壳价值 239块钱 可是它的那个磁吸力啊 你看 特别弱 那也是为什么有时members问我的时候 我都会说 你可以考虑拿那个Rhinoshu 可是Rhinoshu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 因为它的手感较于厚些 毕竟它是主打防摔 所以当你一拿到壳的时候 你感觉边框啊 背面都是属于比较厚实点的 而且上面都做了顿型 纹理加强整个手机壳的结构 套上去的时候 手感会跑掉一点 不过好在就是它不会沾指纹 毕竟我拿的这款是SolidShirt的 然后最让我满意的就是它的磁吸力 你看 听到吗 你是感受到它的磁吸力是很有力的 OK就 好 它的磁吸力会比BITS的强上很多 为什么这么强的原因是 这个是我上一代的手机壳啦 因为没有用啦 所以我就猜给你们看它的磁吸做空是这样的 它的磁铁是12345678 增加很多正负级它的磁吸力会特别强 然后就好像说这个磁吸环是在外面购买的 然后吸附上去的时候 你看你感受得到的 它没有什么力的 可能说你过个短的时候它就跌下来了 只有RynoShirt 目前我是试到磁吸力是最强 这个它是SolidShirt SolidShirt它是所有系列里面抗摔能力最强 如果你觉得黑黑看不到你手机的沙漠晶的话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它的脱名款 它的脱名款的MagSafe 脱磨是很厚的 拥有水泥膜的韧性 它是可以Buy1 它也可以很硬 好像Alkalite做成一片那种类似陶瓷膜的工艺 当然它不叫陶瓷膜啦 它是3D Impact Pro版 而且它的输油层也做了加强 它的排水性会更好 当水沾在上面的时候 它的排水能力特别强 也就证明当你滑手机的时候 是不卡手 而且不会很沾指纹 就算真的油这样轻轻硬抹的时候 它就会特别干净 而且它还继承玻璃的特性 也就是 耐刮花 它不像水泥膜 如果是水泥膜、塑胶膜这些 有硬的物体在上面来回摩擦的时候 就会留下一些花痕 可是它就有这个干化玻璃的抗花能力 再来不碎边 所以这款保护膜属于一个全方位的 如果你对这个Rhinoshu保护膜或保护壳 是比较感兴趣的话 当然你可以到解割店 或者去到Rhinoshu官网 提上这个保护code 就会回扣一个10% OK就这样子啦 拜拜